MING PAO TORON 等了這麼久 GeForce RTX 3060 終於推出 事前 NVIDIA 說明要削弱它的挖礦性能 看來它也看到一班遊戲已經叫苦連天 不知道這張 RTX 3060 又適合你嗎 今次 RTX 3060 跟之前的型號有點不同 浪照由高階到低階的次序 規格理應一張弱過一張 但 RTX 3060 罕有地搭載 12GB 容量的 GDDR6 記憶體 相比 RTX 3060 Ti 和 RTX 3070 只有 8GB 的話 Tenlock 真的好像比較厲害 不過看看 GPU 核心 RTX 3060 會用的 Emperor 架構 GA 106-300 Kilder Core 數目會有 3584 組 Tensor 和 RTX 3060 Ti 分別為 112 組和 28 組 如果與 RTX 3060 Ti 的 GA 104-200 相比 整體核心數目就少了近 35% 幅度較 RTX 3070 去到 RTX 3060 Ti 的時候 所以看到 NVIDIA 特別把 GPU Boost Clock 和 RAM Clock 都預設得比其他型號高 至於功耗 RTX 3060 為 TDP 170 Watt 相比 RTX 3060 Ti 會低 30 Watt 經過幾轉新卡之後 我想大家都發現普遍的廠商都喜歡出長卡為主 就算去到 RTX 3060 情況都是差不多 不過都有少數的例外 就像我桌上的兩張 分別是 Soltech RTX 3060 Twin Edge OC 和 RTX 3060 AMP White Edition 就是短卡的設計 不過為了迎合今次iTX的主題 我們今次會主要講這張 Twin Edge OC 它和AMP White Edition最大的分別 就是PCB會做到標準的高度 卡長只有240mm 但實際的PCB只有PCIe插槽的長度 正面依舊都是雙風扇的設計 但風扇的直徑就會改為2把9cm 背部有背板加固和幫助散熱 而這張卡只需要一組PCIe 8Pin的額外供電 事不宜遲我們就將這張RTX 3060 Twin Edge OC 組裝在這部iTX機箱上 由於時間關係我們就已經完成了 大家看到裝了它之後 其實還有非常充足的空間 我們就可以開始測試RTX 3060 今次的測試會找來RTX 2060 Super GTX 1070 Ti和GTX 1060 6GB版本 CPU就會用貼地的Ryzen 5 3600X 在3DMark的成績可以看到 RTX 3060在Faststrike錄得19,141分 Time Spy錄得8,451分 成績來說與RTX 2060 Super算是接近的水平 如果與GTX 10代相比 成績就會在GTX 1070 Ti之上 遊戲方面 RTX 3060定位是1080解像度的遊戲 我們就試了WARCH.LEGION CYBERPUNK 2077和BATTLEFIELD 5 可以看到在1080解像度 最高畫質 RTX 3060是三款遊戲 錄得平均59、65和107fps 表現的話算是與RTX 2060 Super接近 如果與當時比較高階的RTX 1070 Ti比較 除了BATTLEFIELD 5比較接近之外 較新的WARCH.LEGION和CYBERPUNK 2077表現就大幅領先 不過問題就來了 為何明明GTX 1070 Ti 在BATTLEFIELD 5的表現只是相差15% 去到CYBERPUNK 2077和WARCH.LEGION 差幅就會擴大呢? 看回三款遊戲 WARCH.LEGION和CYBERPUNK 2077 其實都有一個共通點 他們都是去年年尾推出 而BATTLEFIELD 5就在2018年9月推出 那個時間正正是RTX 20系列推出的時間 還記得當時很多人包括我 都不看好Gondry和DLSS 而事實去到RTX 3060推出 以當時的標準GTX 1070 Ti表現都不失禮 但去到比較新的遊戲 尤其會推降追和DLSS 舊架構的GTX 1070 Ti表現就明顯跟不上 這點可以看回BATTLEFIELD 5 少數可以比GTX 10系列開降追的遊戲 基本上一開 平均FPS就跌到玩不到的水平 而RTX 3060和RTX 2060 Super 就仍然保持到70FPS的水平 再看看可以開降追和DLSS的遊戲 就可以看到RTX 3060雖然3DMark成績比較低 但這部份的表現就高於RTX 2060 Super 這部份會用FirmMark負載GPU再提分相關的數據 溫度方面RTX 3060和GTX 1070 Ti都是雙風扇的設計 負載溫度分別是64度和69度 而測試的RTX 2060 Super就用三風扇的設計 負載溫度會去到71.6度 不過RTX 3060除了溫度較低 它的風扇操音量都是三款之中最低 再看負載功耗 RTX 3060只錄得152W 相比RTX 2060 Super用近40%的電 而且發熱量都明顯較低 這點用於RTX機箱極其重要 來到總結 GeForce RTX 3060的效能或與大家預期有點落差 雖然它只是針對1080解像度的遊戲為主 但從測試我們看到新遊戲舊遊戲 用新卡和舊卡跑 表現的落差都可以很大 再加上RTX 3060的發現量和功耗的控制比較優勝 就像這張Soltec RTX 3060 Twin HOC為例 就算塞到這麼小的RTX機箱裏 Full Road只有60度左右 不過效能也是其次 最重要是大家之後買買到和不用吃炒價